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阿法狗的那个战绩来看 它的营率还是比较大一些 不会 因为我觉得机器始终还是人研发出来的 再怎么也不可能超越研发它的人吧 我觉得不可以 因为人是有感情的 智能机器的时候没有感情的 可能科幻边什么的影响 对人工智能的那个忧患意识还是存在的 我觉得人工智能是应该大有可谓的 我不认为他们会代替人物 在我们可以见到的将来应该还不会吧 应该不会 但在更遥远的将来不好说呀 就在他们如果机器真的有独立意识了以后 谁知道呢 应该不会像电影那么残酷 或许会更残酷 我现在认为Siri是很棒的 或者是有机器 或者是有机器 我现在认为Siri是很棒的 但是有太多的阻碍 所以人们不能跟它 没有意识到 他们不在意识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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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认为是不在意识到 未来的未来 可能是十年或五年 可能是十年 可能会会 很棒 很棒 我认为它 我认为它会有很多 技术 我们需要这些东西 帮助我们 成功能 选择 在生活中 所以我们可以做更适合 更适合 所以我们可以做更适合 我们可以做更适合的 再做更适合 我们可以做更适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